好 林柔老師聽說你結婚之後 你的世界就再也沒有年終獎金 這四個字了 為什麼 開公司老婆沒有給你年終獎金嗎 沒有耶 其實這個理財 理財的觀念是這樣子 我結了結了婚之後呢 講出來沒關係 我相信壓力有點大 因為之前在你這個節目 吐露過很多新生 後來要轉到金屎屎 現在謹言盛行 這個我錢都交給他處理 日子就一直過一直過 我很努力的在賺錢 對 你很會賺錢 如果說我很有錢 什麼東西我要買 我要吃 我就會趕 但是呢 我不知道我有多少錢之後 我就會踩煞車 以前的習慣都會看著存著多少 才敢花多少 現在都是他在管之後 我到底能不能吃好一點 我到底能不能用好一點 然後就問他 我們現在到底有多少錢 他就講 我講的你聽得懂嗎 我說你大概講 你大概講一下多少錢 就是那邊那個基金是怎麼樣 那個受賢基金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的房子什麼 那你至少我是老闆 你至少弄一個報表給我看 結果他用鼻孔對著我兩個字 為什麼你知道嗎 下一季你看得懂嗎 所以我就點點了 你問我年終獎金 沒有 人家甚至我的朋友就問說 看得懂吧 多少錢 你應該 你跟他說沒關係 他那個報表 其實我是學商科 我應該看得懂 但是他就用這句話呼嚨文 你看得懂嗎 你就不敢再問了 其實真的不敢再問了 像人家在問我說 林朗你到底一個月賺多少錢 我說 我進階說 其實你應該問我年收入 然後呢 那你到底年收入多少錢 就要去問我老婆 所以你完全都對這個 就是全全讓老婆來管就對了 他對有沒有賺錢 他是因為以前 他是一個大公司裡面的經理 然後那個老闆娘 也是在法公司的 那一個他很嚮往 他以前那個老闆大男人 為天下者不顧家 金子眼刨除 公司裡面都是太太在弄 他完全相信太太是能幹的 而且是完全受錢的太太 那個大老闆 完全不去管公司裡面 到底有沒有賺錢 他只要拚命地開槍癖 他就認為這是英雄 這是男人的肩膀 他也希望他的男人也是這樣 不要管這一些 他就是這樣跟你洗腦的 你信任我就對了 你有看到 唇者多少數字嗎 沒有 都在他那邊 這讓我想到說 我每個禮拜都會看那個蠟筆小新 蠟筆小新的爸爸 圓圓廣之就是這樣 他每年賺多少錢 每個月賺多少錢 都不知道他只有零用金而已 然後他每次 他問他老婆說 你還有三十二年的貸款 你只要記得這件事情就忘了 你說他應該蠟筆小新 他爸差不多了 對 演員廣誌 聽說之前還有朋友說 會跟你稍微 大家周轉一下 結婚之後沒有人找你 你看之前 以前單身的時候 因為林隆的很缺 所以說朋友 我們兄弟需要周轉 都會來找我 我們這種阿嬤帶長大的 怎麼季節人家 是不敢季節的 然後就只好就借 但是這個很多人借了之後 借的時候一個臉 還的時候又另外一個臉 後來現在結了婚之後 真好用 然後借起來很好很好 對 有時候日子 我老婆電話幾號你找她 既然是我哥們 一定也都認識我老婆 他聽到是找老婆 謝謝 這也是有優點的 他們都知道 我娶了一個非常難搞的老婆 其實你平常算是還蠻節儉的 也沒有太多的花費 但聽說你連吃路邊攤 你老婆都不願意 他是這個 有時候人家說結婚要門當戶對 是有一個道理的 比如說他是大戶人家長大的 買東西用東西 他有他的眼鏡跟看守 像我們能夠吃飽就好 路邊攤又那麼好吃 他就會講 車子跑來跑過去 他的料理廚房就在這邊 那個灰塵你車子停一天之後 摩托車 那椅子上面都是灰塵的 那他這個攤位在馬路旁邊 一整天你說那灰塵不會跑到那個 那經常有時候 竟然吃假日嘛 今天吃什麼 我們就開始想 我們來吃那個什麼 那一家 那個什麼 那個 路邊的那個不能 要不然吃那個 你有通風你還吃那種東西 要不然你想一個 你想看去哪裡好了 沒關係 你想想看 只要乾淨一點就好 要不然到哪裡 不要 那一天那個地方 你不能停車什麼的 最後要不然你想一下 你說啦 我一說他就說那個不行 最後結論就是 我們只要假日 我們的幸福方程次 就是松山火車站 要不然就是那個第一飯店 後面的魚鑫 要不然就是固定在這裡 吃到人生法位 你知道嗎 就是口袋名單那幾家 對啊 後來爆出了很多的那個 什麼地溝油 什麼那個醬油是掏出來 他每次要看電視 你看你媽媽都把你做什麼 什麼什麼 你都以前吃了 亂七八糟這些東西 也是有道理 你以前其實很怕人家說 你太節儉 但現在你其實覺得還挺好的 我那時候參加綜藝節目 那個好像我是我不小心 然後在我們的化妝師 化妝師化妝間裡面 聽到那個錢敏大燜鍋 那個製作人 他們就講一句話 他們在模仿人家消遣人家 他們絕對不會去模仿弱勢團體 因為這種醜鼻感帶太重的人 禁不起你開玩笑 像以前我從台東那來台北 來工作 人家都說 我本名的認真人 金龍 你很欠的 我就翻臉 你很欠的就是你好小氣 你是窮人家 你這麼 那時候會這麼敏感 所以說很多 我這句話講出來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隨便開原住民的玩笑 原住民他們可以開自己玩笑 你不可以開他玩笑 因為 我就是這樣 所以我看到一句話說 看三不是三 我真的看三不是三 你說我很欠 我想到是另外一個 本來可能在稱讚你 現在你很欠 我會好高興 感謝 為什麼呢 莫忘初衷 然後一路走來 我始終如一 不會說因為這麼 現在老婆幫你賺這麼多錢 你們公司賺這麼多錢 雖然不知道數字多少 但是我還是很勤儉 我是一個很實在的人 其實說勤儉並不 我不是這麼講 就是你說我身上沒有錢嗎 我不想我的錢包裡面 放那麼多錢在那邊 可以放在我這裡 我只要隨身都留個四千塊 五千塊 因為有些地方不能刷卡 我身上的卡一堆 但是呢 這個我要刷什麼卡 他都現在指令 現在這個夜市這個在做做什麼 然後你家有用哪一張什麼 他都分配好我就刷就對了 這個都管 你愛吃什麼什麼你就刷就對了 你知道嗎 刷了之後賬單都是他在繳 花了什麼錢他一清二楚 我完全知道你的行程 你太太也其實本身對花錢 他也滿節制的 而且他什麼都自己來 比如說像我們馬桶會壞掉 我真的像起了一個水電工 馬桶壞掉 我們就請人家來弄就好對不對 他就自己在那邊 那整個心可以拔起來喔 然後馬桶拔起來 那個馬桶不是會漏水嗎 他心他整個拔起來 不知道他在忙什麼 我說我看我的電視 接下來呢 他就到我們另外一間 我們主臥室裡面也有一間 他不准我們在那間用馬桶 然後呢 這個他就裡面去拔一個螺絲 那個彈片過來 一張又好了 很得意好了 都不用花錢 然後那個像洗衣機 這陣子的事情而已 那個LG 這個怎麼本來都可以洗那麼重 現在是洗不了 脫不了那麼動呢 他就開始自己坐在板凳 坐在那邊整個拆啊什麼 我真的煩惱說 他整個拆壞了 整台怎麼樣不行了 後來他原來就是 我們都會洗狗的墊子啊什麼 整個都塞住了什麼 弄完之後 結果發現還有一個水管的東西不行 他就在公司上面開始上網 這是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之後 他就打電話給那個總管 我這個需要怎麼可能換一個什麼 大概多少錢 四百塊 好 你來跟我換 本來可能我們已經計畫 重新買一台了 他四百塊搞定 有一次還有一次像電腦 我們公司的電腦 我因為我去演講嘛 USB直接插在人家學校的電腦 回來 整個公司的電腦全部都蛋掉 都中毒 他氣到快要直接從八樓跳下去了 然後他就自己一個人 我說下班了回家了吧 已經十一點多了 要回家你自己回家 我哪有那個蛋 就在那邊毒蛊什麼 他可以忙到快要早上四點多 就整個全部公司的電腦都給他弄好了 所以他修電腦修洗衣機的時候 你在幹嘛 睡覺 所以我聽起來 我覺得錢給他管還蠻不錯的 對啊 他已經把錢這個用到這個極致 該省的完全省下來 以前說這個 你人家一到假日去逛百貨公司 我們就會大失血對不對 哪有 現在你人家坐在沙發 拿著遙控器 你就大失血了 您現在您的包裹又來了 聽說連狗狗剪毛 他也會自己來 這個 我以為要講過 不然氣息就窩一瓶了 我們這一家這隻旺旺 他是芬蘭的福利錢 他長毛的 然後這種狗天生不喜歡讓人家抱 我們去給人家洗 給人家撿 回來之後都沒辦法吃東西 因為他必須要綁住你的脖子 扯到連吃東西這樣脖子 趴著吃都沒有辦法 後來他就開始去研究 然後看購物台 然後也看那個這個 他就買了一個自己DIY 踢毛的過來 然後你看這個是我們之前 你別笑 這是抓這個花錢 這長毛要一千五百多了 洗加減 這是人家專家撿完了 我們這個旺旺撿完之後 神經驚轉 而且他驕傲得很 你看他在尿尿的時候 腳都抬得特別高 他很神氣 後來就是他都不喜歡給人家碰 那怎麼辦 我老婆就是自己去買了 買了那個一組修容組 然後買來之後我想好 我就開始看怎麼充電 怎麼使用 怎麼意識那個地方 他已經把旺旺叫進去 撿出來是這樣 這是第一次 然後旺旺就 好像有差一些 他就捶頭上去 然後到公司之後 因為我們都帶著他上班 他說你去哪個娃娃逗他一下 不要讓他這麼痛苦這樣 我拿這個娃娃來逗他之後 他才開始又恢復他的快樂指數 這就是他第一次的傑作 你老婆這個是蠻有藝術感的 不過一回生二回手 現在人家他很厲害 不輸給這個專業的 所以說這個狗的錢 他很難幹 什麼都可以自己學自己來 真的 我說我起了一個水電工 還真的是 我先請廣道 年終獎金用來買房子好不好